跟着业者走进马路旁的建筑 满地的落叶断枝连屋顶也被吹破 现场满目疮痍 在已经没有收入的状况下 恐怕还得损失超过十万元 无疑是雪上加霜 已经没什么办法了 就觉得没有游客 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零啊 没有游客就什么都不用讲 根据了解0403强症后 花莲旅宿业的住房率惨淡 好不容易在七月丰年季的加持下 住房率回温到35% 没想到开米台风侠带 狂风暴雨肆虐花莲 铁道公路再次受到重创 重击花莲当地的旅游业 在台风铁公路全段的情形下 目前已经接到50%以上的推定电话 到七月底为止 住宿率仅剩5%到8% 那8月目前也只剩下16%的住宿率 近期花莲受到地震和台风的 双重灾害影响 重创当地观光产业 本该是旅游旺季的暑假 如今订房率却跌到只剩个位数 而目前已经有18家旅馆 相继宣布熄灯 花莲观光想要重整旗鼓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立新闻旅宴 红瑞里花莲采访报